偷到菜就过关 二 还有我狗蛋 全是大分收的难挂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哈 第二天 不是狗蛋 这怎么还把门关上了呢 捡来的不多 不是我说 门还蛮结实的 但也不是完全撞不动 再加把劲 OK fine 今天又是大分收 哈哈 第三天 不是哥们 这次直接换肛门啊 不过既然是门 就肯定能打开 偷个菜 感觉最对不起的 就是我的蛋仔了 他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 我撞了五分钟 你告诉我 这是举起来的啊 做着我真 姐偷的不是菜 是心理上的弥补 第四天 哟哼 今天有艾比帮你巡逻呀 不过 姐从艾比手里 偷到的菜还少吗 大分手 直接全部拿下 OK 第五天 等会儿 今天的艾比 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呢 不是啊 喂 你守着南瓜 一动不动的 这我怎么偷啊 一定还有其他办法 今天的南瓜 我是在必得 等会儿 房子周围的建筑 全都是可以穿透的 但是 有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啊 艾比果实 嘿嘿嘿 嘿嘿 以后你就是我的艾比喽 哦 狗蛋今天亲自看农场啊 不过 这又有什么用呢 哎呀 还真有用 不过还好 最后还是被姐给偷到菜了 咦 狗蛋今天 不守着她的菜了 嘿嘿 那我可就 还没熟啊 喂 哥们 狗蛋 起来浇水了 算了 凡是还得靠自己 第八天 狗蛋这次肯定是把南瓜藏到糖果下面了 让姐看看 找到你了 第九天 狗蛋你再忍忍 再头两天我就通关了 嗯 狗蛋今天真没种菜吗 还是说 哈哈 还是被姐发现了吧 最后一天了 哎 哼哼 我的南瓜是要做成南瓜灯 交手工作业的 可我到现在连一个南瓜都没有 呃 那我今天只偷一半 好吧 我没有南瓜灯了 不是 我不是留了一半给你吗 好了好了 小狗蛋 这个送你 别哭了 哇 是南瓜灯 谢谢你 我的好朋友 哼哼 这小孩子 拿了他那么多南瓜 还在这谢我 被人卖了还要替别人数钱呢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